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大力实施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在南方油菜竹产省 当地利用东咸田和套种模式 扩种油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湖北江陵县江北农场 55岁的吕光明 从去年开始利用东咸田 扩种油菜100多亩 现在国家扶持种子油菜 每亩可以补贴150万元左右 这样每亩的收益 大概在超过700块钱 吕光明介绍说 以前当地一直有种植油菜的习惯 但由于油菜籽价格下滑 种植效益下降 部分村民就选择了只种一季水稻 秋冬季节时 许多田地都闲置了下来 从2019年秋波开始 当地政府不仅发放种子 油菜专用肥 还推广全程机械化的应用 这些举措打消了农户 种植成本较高的顾虑 我种食肥 现在可以全程实行机械化 田间打药现在基本上都使用五文机 在收购现在也是机械化 这样的生产的成本 基本上可以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记者了解到 当地采取农机农艺深度融合 强化油菜耕种管社会化服务 提升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现在超过80%的冬咸田种上了油菜 全县2021年秋波完成油菜种植30.04万亩 比上年增加2.74万亩 而在另外一个油菜主产区 四川丹棱县创新开发柑橘果园套种模式 目前油菜涨势良好 这里6.6万亩油菜预计产量将超过8000吨 选的油量种植 苗子里比较旺盛 蒙餐的可能要500斤以上 现在我们每年油菜大体种植超过1亿亩 根据我们在南方油菜主产区的调研 保守估计在江西 湖北 安徽等等 这些南方产区至少有一千万亩 冬咸田可以用来挖掘扩大种植油菜的面积 这些南方产区的调研